2月8日 佐治亚州州务卿办公室的一位官员公开表示 对前总统特朗普为推翻该州2020年选举结果所做的努力展开了调查 州务卿布拉德·拉斯芬·珀格的办公室已对上述问题展开调查 特朗普在1月2日的电话中被记录了下来 特朗普在电话中敦促拉芬·珀格基于无根据的选民欺诈主张推翻该州的选举结果 法律专家表示 特朗普的电话可能已经违反了至少三项州刑事选举法 即串谋实施选举欺诈 进行刑事诱骗实施选举欺诈以及故意干扰选举 此三项违法行为应该处以罚款或者监禁 在1月2日的电话中 特朗普敦促共和党人拉芬斯·珀格找到足够的选票 以推翻他在佐治亚州的失利 笔录中引述了特朗普对拉芬斯·珀格的电话录音 特朗普表示 我要做的是 我只想找到11780张选票 据悉 这是当时特朗普赢得该州胜利所需的选票数字 拉芬斯·珀格的办公室表示 特朗普曾在12月 也曾致电佐治亚州首席选举调查官员 此外 美国国会的两名民主党议员 纽约州的凯瑟琳·赖斯和加州的泰德·里乌 在1月4日给联邦调查局的信中要求对特朗普 对拉芬斯·珀格的电话门事件进行刑事调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